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说生命短暑 然而多少人匆匆走过人生并没有活过人生 或者说没有经历人生 更别说享受人生 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珍惜人生的性格 更有不少人在临死前 对自己过去的一生感到莫大的追悔和愧疚 发现许多该说的话没说 该做的事没做 如果重新开始 他一定不会重蹈覆辙 要过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这样的感叹都显得毫无意义 问题就是处在于 他过去不懂得去珍惜人生 让我们以具体的方式 就是将生命量化去捷悟 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如果你的瘦数是90 今年已经60 30乘365天 你只剩下10950天 再扣除工作 睡觉 洗刷 搭车 再加上机场的伤风 感冒 发烧 真正处于你的日子 恐怕不超过3200天 想想你还能跟爸爸妈妈 相处多少日子 你能有多少时间 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你还有多少机会 去看顾那些需要的人 如果你开始觉悟 你一定不会 季节参与教会服事的机会 你也会趁着力壮的时候 赶紧参加短宣队 现在就去爱 去关心身边的人 去关怀 演出需要的人 当人自以为来日方长 我们对付出爱会变得吝啬 我们会很计较 因为我们可以等到明天 或者后天才去爱 其实 我们所拥有的时间 是很有限的 更何况 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荧物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请问 你觉悟了吗 你认为生命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算算自己剩下有多少日子 别再错过人生 更别错过认识神 或者是服事神的机会 阿们 2 2 1 2 2 3 4 6 7 4 8 9 8 9 10 9 10 10